大家好,我是B-Boy哈利 我是今年2016年 红牛街舞大赛个人赛的冠军 同时也是唯一一个 产年两届荷兰 World B-Boy Classic街舞大赛的台湾代表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 会开始跳舞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很酷的答案 我一开始只是为了想要追一个 心仪的女生而已 但是在当时其实我对自己 没什么自信 所以我听说她会跳舞 所以我决定开始踏上我的街舞历程 的确 跳舞时的哈利 是最有自信的时候 因为在街舞文化中 决斗的那一刻一定要有自信 没有自信 那就代表你已经输了 撇开最初只是为了女孩子 才去练习的动机 在真正接触B-Boy街舞之后 哈利的心态有了改变 不再只是玩玩而已 在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 超级愿望 我是想把它当作事业来经营 改变这个环境 然后让大家对街舞这项运动 跟文化的感官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台湾人对运动 这样东西的认知不够 对 比如说你去日本 你常常可以看到 10岁的小孩子 在做很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然后他们的家长 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子 一起去参加比赛 并且在旁边看 在德国我曾经看过一个 70岁的阿嬷在做地板动作 想要推广到什么样的境界 我希望就是到全民运动 让大家都可以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让我们的B-Boy的比赛方式 更加的成熟 怎么样才算是更加成熟呢 哈利说如果换个角度来看 先让大家懂得欣赏B-Boy街舞 知道如何看门道 不再只有看热闹 也是他想努力的方向 现在我要示范的动作 是风车机车手段扣脚 这是我2012年创造的老师 一般人他在做 某些旋转动作的时候 基本上是两只手同时着地的 可是我在另外一只手 有空挡的时候 我去抓着我的脚做动作 这就是展现你的技巧 有点像是倒立 变成单手倒立 单手倒立 你一只手去抓着脚 这就是技巧上面展现 接下来我要示范的动作 是车手段扣手 一般人做侧头刷这个 头转类似头转的动作 其实并不会去抓自己的手肘 所以当你去抓自己的手肘的时候 有点像是突破了一般传统的做法 现在我要示范的第一个动作 是炸肩膀 炸肩膀这个动作 对 看起来好像是蛮危险的动作 可是其实上它没有那么的危险 它只是两个不同的动作 接在一起而已 像是单手倒立 跟瑜伽的肩膀 撑的立板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很厉害 其实在做到这个程度之前 哈利可是经过不少次家庭战争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家长极度的反对我跳舞 而现在转为支持是由于 我第一次在2013年代表台湾去R16世界街舞大赛 我家长跟着我去韩国看 然后看到我们上台的时候 秀出我们国旗的logo 在那刹那 表演完 下台以后我妈妈就抱着我讲说 他以后一定会支持我跳舞 虽然在三个月以后 他好像就忘了这件事了 开始又重新质问说 你到底要跳舞跳到什么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柱 就是我弟弟 他跟我互相扶持 直到今年我得到了 几乎一半以上的大赛的台湾代表权 所以他们才正式的从反对转为支持 我希望他可以越来越走向职业化 让努力的人有一些保障在来 然后让观众更能理解说 我们到底在跳什么